每股周三收盘四大指数都下跌 那今天台股是一片绿油油 收盘收在16073点是下跌了285点 各位小股民有戏好安全带吗 三大全职股狂蟹 台积电收在531元下跌13块将近2.4% 联发科以817元作收 鸿海一样碰不到百元关卡 收盘价98.5元下跌0.51% AI概念股也重挫 广达广名下跌超过3% 技嘉世行KY下挫超过5% 其实台股的下跌 说真的是被美股拖累 昨天即将重量级的美国财报公布之后 其实财报公布出来都不错 但是对于明年度的预期 都打了一个问号 不只是股价遭血洗 会是表现也狂杀 26号台币收在32.43元 创下7个月新低 扁破前低32.435元的价位 再度回测32.5元关卡 美元强劲 美元定存康 不少银行推出优力定存 永丰银的邀请制 一个月期年息12% 华南银行 金城银行则有最高年息 5.5%的方案 不少投资人在这一波先获利了结 据了解九月外汇存款余额 下降到八兆七千八百五十五亿元 年增率滑落到百分之四点八六 投资人钱怎么用 可得好好精打细算 体育新闻 休息一会 台北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